大肥安天下 看一下顏纯勾一篇文章 这段也是今天最后的一段片 百年后有支大变局 是由习近平不停地对内宣讲 最新的百年未有支大变局 就是在普京 在俄罗斯上讲 百年未有支大变局 如果以我自己计算 就是说现在东升西降 全世界中国是有能力这样 挑战世界的规矩 行另外一套 所以才是百年未有支大变局 那这个是我的理解 那至于顏纯勾他怎么看 就是明访我 临别的时候 跟普京讲 世界面临百年大变局 希望中俄两国共同推动 百年大变局这个理念 因此震动了全世界 有朋友转来一份 中共求是网署名 学而是习 习近平的习的文章 原来百年大变局 这个理念 早就深重在习近平的意识里面 成为了他的政治情意结 2017年12月 他在接见驻外市节的时候 就说放眼世界 我们面对是百年未有支大变局 2018年6月 在中央外市工作会议上 他又说 我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 世界处于百年未有支大变局 2018年的8月的时候 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时期 2018年9月又说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支大变局 此后2019年3月4月6月各一次 9月11月12月各两次 2020年17次 截至统计 最后的2021年的7月 还有7次 习近平喜欢大上头大罪述 以示他高人一等 他念之在之的就是百年大变局 只不过基于他对国际局势的可能误判 基于强烈的共产主义的信仰 更基于他个人之力改变世界的狂想 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支大变局 这样讲 这个讲法 或者没错 西方世界正视中共为威胁 正群起抵制中共的狂迷 世界真是处于巨变当中 就是一般人理解历史变局 与习近平理解的不一样 正常人理解的就是人类将以普世价值实现大途 习近平理解的就是中共将以共产独裁总统治世界 在他心目中东升西国 预示了西方民主世界的没落 而中共的经济崛起又预示了他带领全世界走向共产主义的契机 为世界指明方向 基于这个判断 习近平跌跌不忧地自我催眠 也都催眠了中共各级干部 百年未有支大变局 这个理念变成习近平与他的神明的政治情意结 中共至上而下 对未来都有一种盲目乐观的自信 这个是十年来中共对外战狼外交 对内各进民退的心理基础 意大利天文学家亚基米德有一个说法 给我一个支点 我就能够将地球举起来 习近平的百年大变局 就是他打算叫动世界历史的一个支点 理论上来说 地球当然是可以撼动的 问题是地球太大 习近平太小 即使存在这样的支点 地球在一端 习近平在另外一端 他跟地球之间的距离有宇宙那么远 他走百千世 地球都不会移动半分 百年变局不会成为习近平一人的功德 时代的潮流与人民的意志 并没有赋予他这样的历史使命 他只不过是匹夫之勇 号令九千万中共党员 和十四亿的中国人 不是中国人和中国共产党想 带动地球 就是习近平一个人打算叫动地球 中国人喜欢问 是时势做英雄 还是英雄做时势 其实时势和英雄 都是互相造就的 一个英雄人物 只有顺应历史的发展趋势 顺应人民的政治要求 他才有能力影响历史 这个进程 反之背契历史趋势 和人民意志 不是他撬动历史 而是被历史抛弃 前者好像法国大革命的 丹东马拉罗伯斯 比以三巨头 二战时英国首相邱吉尔 和美国罗斯福总统 后者好像斯泰林和毛泽东 习近平追随毛泽东 他也会好像老母那样终结自己 历史发展有漸变与突变之分 正常历代的历史 是缓慢曲折这样前进 有时甚至会倒退 但是整体趋势都是人类向 更文明的社会发展 生产力的提高 社会分配的正当 制度的建设合理化 都是漸变的过程 整个世界累积了足够大的能量 历史漸变就无法成灾 到那时只有激烈冲突才能够消灭现时秩序的弊端 那个时候百年大变局就会到来 历史巨变不是由一个或者几个人所造成的 是时代潮流和民意的合成 违背了这两样东西 哪一个都只是历史的国客 史太林、毛泽东都是这样 习近平、普京也是如此 百年历史的大变局 就是习近平的个人情意结 就是他催眠自己和中共党员的一些做法 今天中共内外交困世界大变局 或者不远了 不过不是习近平解放全能类 而是中国人民从习近平统治之下 慢慢地走出来 习近平带马克龙欣赏中国千年古琴演奏的高山流水 实际上是错的 因为高山流水跟他那天听的歌是不一样 那天那首歌是流水 习近平根本上就已经将两首歌的混淆 他说错了 以是他和马克龙的滋音 可惜马克龙梦查查 但是实际上习近平都是梦查查 那天习近平交代手下 要给马克龙一份简谱 他竟然不知道世界通行的音乐语言是五线谱 给马克龙一份简谱 就是十足对牛探琴 凭这样对世界文明的历史的无知 还想推动百年大变局 会不会是有少少的问题呢 当今世界的确到了百年大变局的前夜 三十几年前 骚乱共产党解体 下一个的大变局究竟是谁 有些东西可以看原文 节目做到这里 希望大家赞 最终赞 订阅 课金 看广告 可以说加入会员和辟责 但比安天娜需要大家的支持 看颜顺欧的文章 我一般来说有某类类的字眼 我会将它变一变 符合 当然啦 其实不符合的 因为国安法它说你有事就有事 所以其实我不知道 不过始终也好 作少少收息 节目做到这里 拜拜